确诊确实很多 台湾现在更可怕的件事 是被吓死 真的被吓死 因为我一个老人家 很多像我的父母亲 他根本不会滑手机 那就是说 一生下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去了 小房间里面 他自己也是会有喘 他可能自己还有慢性病什么东西的 那对抗病毒 要激发自己的抵抗力 也就是说你要有点毅力 我要存活 我要活下去 我要等到药来 我要等到疫苗来 当你完全都弃手 完全说糟糕怎么办 我的临终的话要跟谁讲 你吓都被吓出问题来 你抵抗力会下降的更快 那你的致死率就会更高 因为他本身就有很多慢性病 他晚上关到一个小房间 谁都不能联络 什么都不行的时候 他恐慌他睡不好 他的心力不整也诱发出来了 所以没有错 他里面是确诊 但确诊之后 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辅助他 帮忙他 要疾管中心要赶快去查 到底有没有变种株 有没有台湾变种株 那就是可怕的这件事情 那真的很可怕 那如果不是 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些加强起来 补助起来 那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疫苗 因为全世界已经告诉你 疫苗是有效的 所以这时候 不管是谁的500万 我们刚刚都讲说 我在批评政府 我在批评 一点都没有批评 我们应该是站在第一线说 我在呼喊 我在求救 求救才是真正的词 因为我们站在前面也会害怕 因为我虽然身体胖胖的很强 我也敢站在前面去 但是你说不会害怕吗 我家里头也有80岁的老人家 那当然 我家里头有孩子 你怎么办 你要不要上全 这是我的工作 我一定要去 去的时候 我都知道根本就没什么要 这些未得西伟 也不是说 就是一定等于治疗好 只是给你个机会而已 真正还是要想办法 激发出你的抵抗力出来 所以每一次人去抽谈的时候 每个人去急救 去做的时候 你都冒了非常大的风险 虽然说你说 我打过疫苗 我打过什么 我可能不会怎么样 会 你还是会 只是说 你可能不会到了重症 但你还是会 一会 你的一家人 我跟我父母亲马上再见 再见 你自己一个小房间 那对老人家 是多恐慌的一件事情 所以拜托拜托 不是批评 真的是求救 求救 但现在面对的是病毒 把病毒当作敌人才对 可是呢 政治人物的思维 还真不一样了 现在是怎样 把柯文哲当作是敌人了吗 你看 居然有传出 有所谓的1450交战守则 上面还写 对柯文哲要用显微镜检视 要找出柯文哲 有争议的地方 放大解读 还有唯一的敌人 不是中国 不是国民党 只有柯文哲 甚至金融市长林友昌 都还说 终于肯听我的话了 这个市场也愿意要分流了 那柯文哲又回应了 但回应的就是说 现在就是家庭的群聚最严重嘛 那就先去处理那一块啊 市场的部分不是最严重的 那就放到后面再处理啊 可是你看 大家所有的人都在盯着柯文哲 就连馆长就是因为馆长 也有做民调嘛 对于柯文哲表现满意的 是有快10万人 对啊 不满意的才4万 所以现在是怎样 当然就要把柯文哲 有威胁的先当作敌人了 不同的 甚至除了这个馆长的 他的网路例内民调之外 不同的亲密媒体 包括吴子佳董事长 美丽岛的这个电子报的民调啊 或者是这个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一些民调 都可以看到到这一段防疫期前 尤其是在现在这最近一两个月 台湾民众最肯定的就是 比如说不是柯文哲 就是侯友宜 就这两个人就前两名 马上蔡英文 他的民调跌破了50% 然后苏貞昌更惨 陈时中就更不用说了 那一股脑的去年被捧回神了 全部都民调显示出来都是往后 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 网路的这个网均开始 1450纯层欲动 因为你这些人不能拿钱不办事啊 对不对 所以最近这个 你刚刚讲的 这个交战守则 是最近有八大业 在那个PTT上面出现的一连串 告诉你如果柯P绅士高涨的话 要怎么去打他 如果柯P绅士长呢 就拉猴打柯 就是把侯友宜扶起来去打柯P 就是挑拨柯P跟猴之间的一些 问题见缝差争之外 那如果猴起来的话 就拉柯打猴 反过来这样子 那如果猴跟柯都像前两名 就努力的往前打 那如果对民进党不立的议题呢 怎么办 在网路上PTT也在连连数也好 或是在LINE群组这些 赶快去贴一大堆图 传一大堆就是洗版带风向 把那个不立民进党 不立执政党政府的一些东西 把它给遮过去 那当然有些人会讲说 这会不会是什么网军在反串 首先我也不晓得 你也不知道到底真还假 不知道真还假 也不知道哪一个网军在反串 还是怎么样 但是有些情况内容如何符节啊 你看之前挺那个绿的粉砖 就是指示堵栏 不断的在帮绿营这个擦枝土粉的时候 然后叮国民党叮蓝营的时候 不断的去盯高雄市长 以前那个韩国瑜 他怎么样怎么样状况 那当同样的情形的话 你去看绿营的这个施政 比如说陈其迈现在在高雄市 那还有其他的这个执政 他们几乎都不提耶 哪里淹水 以前韩国瑜怎么样 他就从头盯到尾 那当这个民进党的时候 他就轻轻放过 所以才会被人家讲双标 所以套用在这一套的 1450交战手则上 我觉得还蛮刚好 符合他那个这个作战模式 所以我才会觉得很可悲 说民进党花了很多心思 你在做大内宣大外宣 那种网路带风向呢 如果你能把这么百分之百的 投入的心思 用在了防疫 然后用到很多的查纳亚言 然后可以听见人民的声音 和能够管纳大家的意见的话 你今天就不会做了 让大家给柯文哲那么高分 不是因为柯文哲本身 他的支持度什么柯文哲 那时候以前那个阿伯又回来 而是民众堵拦的那个 宣泄的出口 都投射到柯文哲这边上面去啦 对那你看到现在 刚刚敬平讲的说 跌落神坛啊民调下滑 这个所谓跌落神坛 这包括指挥官陈时中了嘛 对不对 之前捧的高高的 但是现在怎么看他的作为呢 那你看今天有个最新 指挥中心现在要做开放居家筛检了 开放居家筛检了 陈时中还说要研究鼓励进口试剂哦 让民众在家里自己做快筛了 这是在今天最新的一个发展 台湾不是做很多国产试剂吗 为什么要进口 我们之前就讲过啊 不是等了好久啊 终于说企业也可以做 但是一定要有医护人员哦 然后现在又说 现在可以让民众在家自己快筛 但是什么那世纪是呢 我们要自己花钱去买了吧 那你说跟其他的国家相比 是不是有很多 就直接政府在大量的在做筛检呢 那好现在你这样说了 好不容易终于这样说了 之前民进党是怎么说的 说啊网路上开始有鼓吹普筛 赶快去中国买疫苗的言论 是认知作战啦 然后现在呢又说 民众可以考虑咯再扎自己快筛咯 赖老师这就是我们的反差有够大了 大家对民进党已经真的是摇头了 那我只是不太理解 曹新城为什么还要那么肯定民进党 这一点坦白说我也是有点意外 因为 讲话就反反复复了 以他能够经营一家企业 那怎么会判断力会失准 这一点我是很惊讶 但是以陈时中来讲反反复复 这个很正常 因为陈时中从来就是没有自己的组建 之前说不能够普筛不能快筛 不能广筛 而且绝对不能筛 筛了我还要处分你 然后呢还把人家的金门的机场 的那个快筛站都撤掉 还给这个离岛施加很大的压力 现在马上就改口了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真的是不懂防疫 可是他却当防疫指挥官 林又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他不是学医的 可是好为人师 然后却想当一个在急诊室 专门处理危机管理的 一个柯文哲 一个这么懂得怎么处理医学上危机的人 他还要当他的老师 还说你看你听我的了 笑死人了我就觉得一个不是专业的人 说我要教你这个专业人怎么做 然后你看你这个专业人总算听我的 是啊 我觉得柯文哲讲得很好 柯文哲讲的就是说事有轻重缓急 对 那什么事优先什么事 这个才叫专业 所以林又昌又在搞政治化